大家好,这里是群星会,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岁月催人老,和普通人不同的是 明星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和容颜 让他们尽管人到中年,但是看起来依旧状态年轻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崔浩然便是如此 她如今已经68岁了,但是看起来风采不减当年 其实,崔浩然和很多明星都有合作过 比如说潘影子,两人合作过电视剧《一代女皇》 《家和万事兴》《一代公主》等作品 崔浩然出生于1953年 现在已经是68岁的她和同龄人相比 确实比较年轻,但是跟拍影子还是没得比的 当时,崔浩然进入娱乐圈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她当年当兵退伍回来后 在1978年3月时,两家电影公司要挑出十位新面孔 崔浩然便是从三千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位 崔浩然凭借自己的帅气长相成功考入华市 并且签了三年的《基本演员合约》成为八点当演员 不过并不是签约了就有戏拍 崔浩然作为新人在娱乐圈中无依无靠 只能慢慢地耐心等待 终于,崔浩然等待了半年时间 演出的机会来了 1980年,崔浩然接演第一部戏剧 《中世的爱在明天》自此一炮而红 立刻成为中世预定拍摄的七档连续剧男主角 意气风发的崔浩然还曾通过票选 拿下电视金像奖最受欢迎男主角 近年来,崔浩然在明世也有不少戏剧的演出 比如《富贵在天》、《不了情》、《日正当中》等等 多年来,她感情丰富的演出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被观众封为痴心汉 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八点当老戏骨 2017年,崔浩然加入明世幸福来了表戏 饰演王童继父 同时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霸气商场枭雄 电视剧《易经》播出立刻引起众论 让不少网友粉丝大吃一惊 惊呼,崔浩然超级帅 也有人直夸,脸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崔浩然近期并无演艺作品 向经纪人问及近况,经纪人笑说 她云游四海去了 如今,仰精蓄锐再次演八点当表戏 除了让观众耳目一新之外 龙平恋粉丝也引紧期盼 想看看,崔浩然加入后 能否击退变态医生傅子纯 让王童顺利回到王建傅身边 演员因为出演精彩的电视剧 很容易因为剧中的剧情而收获到CP粉 不仅是电视剧内 很多观众也希望剧中的情侣可以在剧外也发展成一对 崔浩然也不例外 2005年的时候,电视剧《易难忘》收视率节节高升 剧情十分透人心弦 崔浩然也在里面有所演出 她在剧中加入了追女仔行列 和王十贤成了情敌 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张凤叔 展开一段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 戏里,张凤叔为了成全婆婆张其的心愿 抱着孩子不告而别 离开王十贤,独自北上谋生 却在一场车祸中意外与崔浩然相识 张凤叔坚强独立的女强人特质 吸引了崔浩然的目光 崔浩然进而对其展开热烈追求 戏外,崔浩然和张凤叔合作过多档戏 两人默契十足 张凤叔开玩笑说 我和崔哥已经是熟到烂了 原来,张凤叔以前住在民生东路时 和崔浩然当了多年邻居 每次崔浩然陪老婆到菜市场买菜 总会打电话约张凤叔同行 难怪崔浩然一遇到张凤叔便问 妹子啊,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 你在菜市场出现 这见张凤叔吐吐舌头笑说 崔哥,我忘了告诉你 我搬到内壶了 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 但是由于崔浩然已经结婚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两人不会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说起来,崔浩然的感情史是不太顺利的 她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该说不说 每一段情侣选择共同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都是满怀期待的 他们希望自己的爱情可以开花结果 可以白头偕老 但是对崔浩然来说 现实终究还是给了她重重一击 崔浩然在1985年时候结婚 她的结婚对象就是自己已经订婚三年的未婚妻 说起来 沈婉在圈内的名气并不比崔浩然差 沈婉主持中广海外部的广播节目 并且曾获得73年度金钟奖最佳儿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奖 娇小可爱的她 终于决定赶在1985年春节前夕 与崔浩然举行婚礼 意料众亲友们期盼已久的心愿 订婚一三年 那么婚礼应该很早就开始策划才是 但崔浩然表示 因为沈婉的父母家人都不在国内 大家是忙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来办这件事 最近沈婉的父母到香港 觉得是结婚意料心愿的好时机 才临时凑热闹 把双方的终身大事正式地办一办 由于这桩喜事 完全在相当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 所以连酒席都订不到 还是拜托中市业务部的好友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与此同时 两人的结婚照也没拍 所以崔浩然说 很可能要到婚后才能补拍 对于结婚 崔浩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 譬如印喜帖 她觉得没什么人可请的 所以最初只印了两百张 没想到两百张不够用 她又多印了一百张 可是到中市发帖子 这个人也要给 那个人也不能省 一下子平白多出来好多人 她又加印了三百张 发来发去还是不够 眼看婚期已尽 她不知该如何做 才能面面俱到 最后 只有一股脑的交给一项精明的 沈婉去处理了 不过 谈到追求未婚妻的过程 崔浩然就相当有心得了 那是她没生病落发前 有一次 她在中市门口与沈时华和眼 戏语柔情连续剧 沈婉正巧站在门口 她见她个儿小小的 却开着一部车子相当有趣 我一项很注意女孩子穿的鞋子 如果她的鞋子保持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人一定很整齐 很能照顾自己 我发现 沈婉就是这种女孩 所以 对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崔浩然表示 接着 她受爱之传活动之邀 到花莲轮上 与年轻朋友共有 而沈婉也正好 在同时怂恿下去参加 他们俩正巧 又被分配在同一组 这些巧合使她感觉 她俩是在相当有缘分的机会下认识 交往 进而结为夫妻的 在崔浩然眼中 沈婉是一个活泼 可爱 聪慧 又善解人意的好女孩 凡事都不用她操心 沈婉都能处理得好好的 甚至她主动帮她看脚本 分镜 注意脸部表情变化 并告诉她哪一场戏最重要 要怎样演才得体 而她自己只要先借好台词就好了 有一位这样能干的好太太 崔浩然相信 对她往后的演艺事业 会有更大的帮助 但是 有句话叫做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两人甜蜜的婚后生活 还没有过多久 便遇到了婚姻危机 最终 两人感情破裂 惊痛欲女的结合 宣告结束 崔浩然和沈婉离婚后 大家对两人的感情动向十分关注 后来 崔浩然和前华航空的林小姐再婚 两人还剩下一个儿子 2022年3月 68岁的演员崔浩然 久违地在目前现身 2021年底参加花系列演员聚会 一头银白色头发十分抢眼 身形也未走样 从年轻到现在 她始终认为 演员保持身材是责任也是义务 虽然身高已从176 到所谓174公分 体重仍维持72公斤 除了感谢空姐老婆 悉心照顾外 她还透露多年来 五点尘用 从台北骑单车到淡水的运动习惯 正是自己的养生秘诀 崔浩然在80年代出道 一出道就顶天 连当六档戏男主角 她回忆当年红到每天 受到粉丝一箩筐的示爱戏 数量大到 让中式的管理组差点没疯掉 现在她一头银色白发 风度翩翩 很难想象当年她爆红后 曾因压力过大 导致鬼剃头 活像条赖利狗 连美貌都没有 她曾试过在头皮上打30针 一周后就长出白白的绒毛 再慢慢变成黑色 但稀稀疏疏一块一块 连妈妈看了也哭 崔浩然接收 苹果新闻网访问时笑说 想想这一生 上天并没有辜负我 只是现在的局跟以前不同了 我已经退出 不怎么跟人来往 想安静过自己的生活 她的头发是近气才白的 本来有一点白 太太也鼓励我别再染了 从炙手可热的 小生宝座上掉下来 崔浩然长达九年没戏眼 她主攻时装剧市场 但谁想看秃头男谈情说爱 不过 人的际遇很难说 她之后被劝说 去圆古装剧 因为可戴假发 结果又以一部大执法 办施工 闲鱼翻身 崔浩然在2021年现身 花系列演员聚餐 同行的还有 王淑娟 于小凡 魏约翰 翁家明 崔浩然十分低调 她的个人设计账号显示 名称是老婆的名字 而老婆跟独生子 从未报过光 崔浩然和民事 前常董陈刚信关系深厚 她说 夜只有常董来我家时 见过我太太 离开时还告诉我 你很幸福 有个好太太 崔太太十分大度 从不吃醋 她跟女明星拍戏亲密 有时还会请她潇洒一点 一直在风流一点 崔浩然和陈刚信交情匪浅 荡荡重用 关系好到甚至让人怀疑 两人有亲戚关系 当初也是陈刚信要她快学台语 才能搭上本土剧的浪潮 不被淘汰 只是当崔浩然的演艺生涯 又于施工起案里的康熙皇帝 在判高峰时 陈刚信离开华世 转战新成立的民事 她二话不说就跟去 引发两台抢人大战 得罪了华世 也和当年的金钟奖 势之交臂 事隔多年 在回忆起这段舍华世 去民事的往事 崔浩然吐露心声 依旧铿锵有力 我不去就不是人 是吃屎长大的 很有种硬汉的豪迈 自从在民事多情城市中 被写出国后 八点档已经换了几档 崔浩然也一旦出萤幕前 开行过日子 她感谢空姐老婆的照顾 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现在的她急重视养生 天天运动 粉丝为她疯狂仿佛是上辈子的事 她这辈子唯一遗憾的 应该就是年轻时 没能好好念书 崔浩然和老婆育有一子 建中台大法律系毕业 对外从不说 我爸是崔浩然 并不是不以爸爸为傲 只是想维护自在的生活 崔浩然对儿子的隐私也极为保护 只肯说 儿子考律师考了全国第11名 后来考上了司法官 受训后成为了法官 如今 崔浩然每天过着 惬意的退休生活 时不时还会出演一些 八点当电视剧 期待未来 她可以一直给大家 带来精彩的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